列楼一个天机给你 如果掌握了这个技巧 四面八方的金钱便会源源不断流向你 有理论有实操 请耐心看完 我们都知道 金钱是你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 无法逃避的一个东西 绝大多数人一生都在为钱财奔波 即便受尽各种痛苦 却赚不到理想的财富 所以人们把很多痛苦直接归结于没钱 我们都有这么一种感觉 就是我越想赚钱越赚不到钱 但有时候我无意之间做了见识 却赚到了意想不到的钱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钱和水是很像的两个东西 它们的性质都最接近世界的本质 水没有固定的形状 无论被放在哪里 都能融入对方 滋润对方 哪里的草木最干涸 它就流向哪里 它可以滋养万物 却能做到无我 钱和水一样都有三种特性 一 流动性 钱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 从一个口袋奔向另一个口袋 从不执着于拥有它的主人 钱只有流动才有价值 永远不动的钱和永远不流的水一样 不存在任何价值 二 利他性 水能帮助生命生长 钱也带着帮助他人的使命的而来 所以谁最真正的需要他 他就流向谁 他时刻都在那里 总是被最懂他最需要的人看见 三 创造性 水生万物 钱也可以生万物 世间的一切的高楼大厦 科学技术 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是钱创造的 钱也能创造无形的东西 比如幸福 快乐 满足 地位 权利 也有算计 痛苦 争斗 厮杀毁灭等等 掌握钱的这三种特性 你会很容易赚到钱 但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并不多 挑水非常辛苦 但得到的并不多 更有效的方法是 想办法让水自然流向你 钱也是这样 钱根本不是赚来的 而是你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后 别人自然给你的回报 你能帮多少人 就有多少人给你钱 你能解决多大的问题 就能得到多少钱 那些从不考虑别人 一心只想赚钱的人越赚不到钱 因为他们眼里只看到了钱 没有去想怎么能给别人带来价值 这样怎么可能赚到钱呢 这就像去挑水一样 虽然眼里看的全是水 但从没有想怎么让水流向自己 告诉你一个秘密 钱是一种能量载体 它的流动会产生不同的能量场 你应该知道 能量是从高往低流动 越是能量低的时候 越要警惕 且以外物显化的形式诱惑你 比如疯狂消费 它通过服装包具食品美食等外在 构建一个虚幻的能量场 吸引你进入当你陷入这个能量场的漩涡时 你需要维持这种快乐 就需要不停的消费 更大额的消费 小刺激已经产生不了快乐 兴奋欲只被拉升了 这也是今天 我们为什么没从前那么快乐的原因 一个人处于能量低迷期 需要的不是拉升能量 而是宇宙提醒你该休息了 万物皆有时 春去秋来 即使滚烫如太阳 也要落山 你看一辆车开了那么久 你知道要送去保养一下 人生已如此 能量低就是你需要保养的时候 是心出了问题 它无法再把能量从心里输送出来 你需要静下来保养一下心 这心理杂念太多 你需要清理一下 因为你的心态 决定了你对金钱的处理方式 当你只注视账号数字时 它很容易控制你的情绪 你要关注的不是财富的多少 而是你如何看待金钱 如何对待自己 只有提升自己的能量状态 你才能吸引更高能量的财富 你怎么理解钱 钱就以你理解的方式遇见你 所以如何与钱相处 就是如何与自己相处 只有真正理解自己 才能领会财富的真谛 你的心会决定金钱的流向 请真实内心 提升能量 你就能成为掌控生活的舵手 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一篇 能帮助你提升财富能量的高维能量文 好了 希望你用几分钟时间 跟随宋读这篇金钱能量文 为自己以及身边人祈求财运 传播正能量 如果你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宋读 那么也可以反复认真聆听 在心中默念 那么现在 让我们开始吧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金钱从四面八方流向我 我感恩他的光临 我拿出我的智慧招待他 让他发光发热 让他自由流动 让他心怀善念 我是一个有福之人 金钱从四面八方流向我 我感恩他的到来 我用善良和善意来接待他 让他充满爱与慷慨的气息 让他传播幸福和快乐 让他滋养我的能量磁场 我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人 金钱从四面八方流向我 我用我的勇气 决心和自由的心灵迎接财富 让他带来更多的机会 让他成为我真正的力量 让他延伸我的梦想 财富从哪里来 财富从心而来 心灵的能量场就像一个巨大的磁铁 吸引着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人际关系 当我拥有了心灵的富裕 我就不再需要追逐外在的东西 我内心充满爱与善良 我能感受到无尽的喜悦和平静 我放下过去的伤痛和怨恨 我摆脱了过去束缚你的枷锁 我才真正的释放自己 我是宁静的 所以我的心可以支援 我是灵动的 所以我能够创造奇迹 我是温柔的 所以我是万物的朋友 我的心在歌唱 他告诉我 我是谁 我将要去往何方 我听到了他的声音 我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 我要成为那个最真实的自己 财富最集中的地方 就是真实绽放最精彩的地方 我理解财富 我不去追 我知道只要我的心灵磁场够干净 他就会奔我而来 我不必拿自己去交换 我只是静静的 他就奔我而来 他就属于我 我接受金钱 我接纳他的一切戒心态 我明白他是宇宙基于我们的礼物 他不是我们用来炫耀的工具 他使我们实现梦想的力量 他可以让我们更自由 更有力量 当我学会如何使用他 他将成为我最好的朋友 他会帮助我在人生旅途中走得更远 他会让我看到更多的风景 他会给我带来更多的信心和勇气 我和他的相遇是磁场的同频相吸 我没有追他 他没有等我 我们只是在宁静的那一刻 听见了彼此的声音 然后就走到了一起 当我的内心充满爱时 金钱会自然而然地流向我 当我保持平静专注和感恩德心态时 金钱也会源源不断地涌入我的生活 我明白了真正的富有 并不是拥有多少金钱 而是内心的富足和平静 当我开始专注我拥有的 放下我没有的 然后我的生命开始变得宽阔 感谢你一同发出正能量的声音 传播正念 回复一句 金钱从四面八方流向我 让财富能量流向你和家人的生活里 让正向意念在宇宙中传播公正